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根据这部电影的角色 里面的人物去想这个动作 六年兰州军区大比武 我是第一 因为这个阿伯是年轻的时候 他是做特工的 现在退休了来 西户其实好像普通人一样 但他遇到很多东西 自动自割就是用年轻的那种 反驳敌人那种反击的动作 全部看起来比他自然一点 我和他关系一向都可以 只不过我很多年不在一起拍戏 这部电影是他做监制 他也很完全信任我 当他把鵬交给我之后 我在现场怎么做 他是支持的 我会回来接他的 老弟 早晨 那我想他们都 啊 大哥拍了 怎样 我想他们对我都有些信心 他们想不到我要邀请他们来 很安慰朋友 真的是朋友 他在电影圈的经验 能继续把他懂得的 学到的 传给下一代 其实跟大哥合作的人 应该都知道他就是愿意照顾 他做到所有的 我啊麦加啊 徐克 就是他支持我们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 非常优秀的导演 他的作品我们一直都很期待 还有很想他给我们更多的刺激和影响 我们又不同了 要吃饭了 吃饭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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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剧本是相当好 和很有感觉 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剧本 真的很难得 和很想参与 我们的电影世界 真的很需要他 我永远都会在他身边 只要他需要我 我就一定帮忙 吃饭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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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了